上面中可以看到 警方貨爆熱炒店爆發糾紛 立刻趕到現場 但鬧事的一方已經鳥獸散 而被打的九醋小姐 留在店內接受警方詢問 你有看到怎樣 28歲的九醋小姐 8號晚上8點多 在熱炒店內促銷酒類時 疑似被前來消費的良民客人 言語騷擾 在店內陪同的男友健壯 上前和對方理論 不料雙方竟發生肢體衝突 九醋小姐和男友兩人 還遭對方痛歐全身奪處受傷 警方貨爆立刻派遣 快打警力到場 但涉嫌打人的兩名男子 早就逃逸無蹤 原警也交救護車 幫受傷的兩人送醫 警方也調一件事器畫面 鎖定兩名嫌犯的行蹤 並通知他們盜案說明 訊後將一傷害罪嫌送辦